好 觀眾朋友歡迎您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節目主持人錢子 電視機前的觀眾也請您打開 手機和電腦在YouTube頻道上搜尋 新聞大白話訂閱分享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先介紹現場的來賓 首先是郭聲浪委員 大家好 評論人員我們謝寒冰 謝大哥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黃偉翰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因為我們剛才討論的消失的布條 大家都非常興奮說 真的布條怎麼會消失呢 觀眾朋友 到底這個消失的布條 是誰下令要把它給拿掉的 把這個寫有復必泰 三個字 簡體字布條 上頭其實本來原來是這樣 大家觀眾朋友看一下 原來長這樣 今天早上 剛剛抵達我們台灣的復必泰 原來長這樣 它的貨的這個container 這算container嗎 都外裝 掛了這個布條叫復必泰 然後有英文 就是COVID-19的一個vaccine 然後mRNA如何如何的 結果這個貨倉一門一打開之後 發現這個布條不見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我們回到今天早上 大約是七點鐘的 我們的這個機場 來看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請導播給我們這個roll day 這是今天早上 當載有我們93萬劑的BNT疫苗 抵達的那一瞬間 你可以看到機艙的門微微的打開 有沒有 有一個人跑進去了 有一個工作人員 淘情的工作人員跑進去了 那他跑進去幹嘛呢 據說就是把這個 寫有復必泰三個字的布條 給取下 等這位工作人員 離開機艙之後 機艙又關起來了 大概靜置 四分鐘左右 為什麼 因為這個所有現在 抵達我們這個國門的這個飛機 不管是貨運或者是客艙 都要做消毒 所以一開始有人進去消毒 消毒完 其實才剛消毒完兩秒 這個工作人員就進去把這個 有復必泰的字條給取下 所以你看到卸貨之後 看起來就是光圖圖的 外面完全沒有包裹布條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神秘男 就剛剛那位神秘男 他其實也不神秘 他就是淘情的工作人員 可是他不會大豬大宜 他不會自作主張 淘進去把布條拿掉 到底是誰下令的 到底是誰下令的 今天阿中有回應 我們來聽聽看 有關於這個 這個所謂的 那有些相片 是在國外上機的時候 有等等的這些宣傳的字樣 那探尋這個 不管是台積電這邊 來跟我們說 說那個是一個 大概是BNT 一向來做第一批出送的時候 都會掛上這所謂的宣傳的布條 不過跟他們的約定是不一樣 就是那我們是受政單位 那他們是購買單位 所以他們要求就到台灣以後要移除 那也就這樣子就做了 原來是購買單位要求移除的 購買單位是誰 台積電 台積電 還有永齡基金會 還有慈濟 今天早上永齡基金會 其實劉若彤他有回應 他說在德國因為廠商宣傳慣例 會張貼非真正單位 向政府說明字樣 事先並未告知 因此要求抵台移除 那我們來看看蔡總統 他今天早上也在他的領族上 貼了這一張圖 那這個圖的背景就是我們的 陳時中指揮官 以及張淑芬 這是台積電創辦人 張中謀的夫人 那他們一起感謝誰 感謝台積電 感謝永齡基金會 感謝慈濟基金會 公私協力 其心防疫 公跟私 就是國家跟這個企業 一起協力合作 問題是這個 復必泰這三個字的這個布條 的確很多人拍到 在他在這個 這個盧森堡 要上貨的時候 要登機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登機照 是這樣的 他的包裝 外包裝是這樣的 那華偉害的臉書 其實今天一早 也把他給轉PO出來 可是下貨的時候 下貨的時候長這樣 到底這個 復必泰三個字 或這個布條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一定要移除 如果不移除會怎麼樣 會爆炸嗎 我先講 我跟大家講 不是今天早上PO了 昨天就已經PO了 他在盧森巴要上飛機之前 上海復興在大陸的微博 就已經PO出來了 而且他講說 是要送到台灣地區的桃園機場 所以大陸當然 他對這個事情來講的話 他絕對不會放過宣傳的機會 郭廣昌貼的 這一點我們其實基本上是 都理解 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這過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從剛剛陳中部長的說法 以及台積電跟永林基金 會都跳出來講說 是我們去撿的 我先跟大家講 按照合約是沒有話講 合約上如果說 你不能夠在上面貼復必泰 新冠新型冠狀疫苗 mRNA有沒有 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 這些字 一整排 新型冠狀病毒mRNA疫苗 這字樣終於出現了 講半天花花你在講什麼 就是這個 好 如果說合約上就告訴你 東西上飛機說不可以貼這個 我問大家兩個問題就好了 沒有無意挑戰 我也不糾結這個事情 在盧森堡上機的時候 我方的沒有任何人員在 我們今天花了那麼多錢買的貨 我們都沒有現場點貨交貨的人嗎 盧森堡有我們的辦事處 外交部的辦事處 我們現場為什麼沒有 就在德國 在盧森堡就直接把它剪掉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跟大家這個不算爆料 就報告一個狀況 這個飛機其實是有延遲到台灣 因為原本是兩點多 就可以到凌晨 中間有一站叫亞賽拜然 他下去加油 那是這班飛機固定位 他是貨機 他不是客機 可是他在亞賽拜然的加油時 是從原本的一個小時 變成五個半小時 他中間多了四個多小時 就是要配合原本是兩點多到台灣 兩點半 變成是早上的七點 七點左右到 就是要讓陳中部長能夠去接 因為半夜時還是不行 對 就是說因為半夜 好 所以在亞賽拜然的 那個加油的五個半小時的當中 如果你要處理 也可以我們隨機人員可以去處理 都沒有 是到了台灣以後 我就有點突兀 就是大家在 這比較重物葵葵 就在大家的直播過程中 看到有一位工作人員 就這樣子爬進去以後 然後再把艙門關起來 你就打開以後 然後你當場在大面前 把它剪掉也可以 就是不要讓大家看到 那問題是我覺得 他的意義沒有那麼大 因為陳中部長 不就在指揮中心的界尾 跟大家說過了 有簡體字有復必泰 復必泰就是簡體字 就是這個沒有雙人邊的復嗎 他都已經說了 你那麼驚訝就這個要做 我是覺得是 就有一點覺得質疑 可是偉翰我覺得很奇怪 你除掉外包裝的這個復必泰 裡頭的盒裝 難道就沒有復必泰嗎 前子現在講到 就是我接下來要講 你怎麼知道我要講什麼 裡面還有疫苗 還有瓶身 還有盒裝對不對 那到時候會不會有 你反而引起了媒體 下兩波 封肩過程 他到時候會有一整排的瓶裝出來 施打的時候 大家會想要去拍 那你反而引起了大家的好奇 如果說按照他整個 出貨的程序來看的話 裡面的包裝的字樣 應該跟這個外面 他所貼的新型冠狀病毒 mRNA疫苗 COVID-19 mRNA vaccine 一樣的字樣 那你把那個布條剪掉 可是你後續還要面對 兩次被拍的機會 我覺得意義並不大 也只有兩批是這樣子的塗裝 後面的都不是了 後面就沒有這個復必泰的字樣了 我覺得大家不用糾結 那至於陳中部長 今天的說明也很清楚 那跟我無關 是台積電跟洪海 自己要去剪掉的 那我只是覺得奇怪 那為什麼當時 在上飛機的時候 沒有就當場在盧森堡把它剪掉 為什麼要等到桃園再去處理 這個我覺得大家可以 後續再去問看看 有可能是因為謝志偉大使 沒有跑到盧森堡去送機 如果謝志偉在盧森堡送機 可能就會拿掉了 盧森堡距離最近的是 法蘭克福跟柯隆 是 那我們都有代表處 對啊 另外就是法國 因為他就在德國跟法國的邊界 還有荷蘭 荷蘭也很近 到盧森堡 去那邊 盧比河 對啦 反正荷蘭跟德國都可以去 如果要處理的話 那我的猜測 當然是因為 偉漢那個位高權重 他的臉書向來是高層注意的 所以昨天就怎麼有這回事 偉漢害的 有這回事 因為偉漢昨天就貼了 可是那時候飛機應該已經飛了 對 起飛了 所以歐洲的各個代表已經來不及處理了 來不及阻止了 那偉漢是即時提出提醒這樣 所以當然就有人就說 這個好像不是定貨必然 因為我剛剛有查 美國莫德納250萬機送到桃園機場的時候 上面沒有任何標誌 沒有任何標誌 對 那這個當然人家就一看 感謝偉漢提醒 所以 統戰的標誌 所以就 一定要拿掉 所以就有人 有人比較敏銳抓到了訊息 就是說這個陶琴處理一下 所以就有人下令了 陶琴趕快處理一下 處理一下 可是如果說是劉宥彤的說法 勇林基進會的說法 感覺上像是 他被告知 他可能跟所謂的上海復興 可能沒有喬好 如果是他的回應 上海復興你看他在微博 郭董事長 他在微博也貼了這張圖 一模模一樣樣的圖 而且他還感謝勇林基進會 感謝台積電 感謝這個慈濟 就是沒有感謝 我們中華民國的政府 所以如果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圖樣 飛到我們這裡 然後出來的時候也長這樣 可能是面上掛不住 所以劉宥彤的意思是說 上海復興 沒有跟他們講 所以他拿掉 有沒有可能這只是一個 原謊 不能說原謊這樣不好聽 就是有一個這個 大家有台階下的一個說法 有沒有可能 我覺得勇林基進會選擇這個說法 就是我也不要得罪人 也讓各方各取所需 反正復必泰這邊也達到他自己的宣傳效果 那就算 可是民間人都看得出來 這就是一個政治操作 就是有人不想看到這個字樣 覺得很丟臉 你想想看 我們的衛福部長帶了一票的人 然後每一個人弄了一個這麼小的手板 上面寫個謝謝 然後站在那邊 結果有謝謝那邊上面寫大大的復必泰 那個樣子實在太難看了 所以他們今天有預料到這種後果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把媒體隔得很遠 也不希望被媒體判到這個 就是怕出現這種意外 但是我必須說這個臨時這個動作 當然現在台積電說說我們幹了 我們幹了 跟政府沒關係 可是抱歉就算是台階幹了 你幹這個動作要罰6千到6萬 因為你在海... 你沒有通過海關的允許 你直接去拆那個鋪條 這樣不行喔 這樣不行 當然不行啊 你要通知海關 用海關人員去動作 不是你自己 隨便找一個人去這樣去弄 是陶琴弄嗎 是陶琴弄 他不是海關的人 陶琴跟海關很近... 那個照理來講 要在海關的監看之下 你有35條明文規定 如果照正常程序 必須在海關的陪同下說 你要移除什麼 我跟你進去一起移除 不然我怎麼知道 你只在貨物裡頭 會不會動手腳 你是不是在裡頭 要拿什麼東西出來 你是不是要藏毒品 還是要偷毒品 對 我就不曉得 所以當然 這罰了也不中6千到6萬而已 但是這個該罰還是要罰 再來我覺得今天最好笑的 其實倒不是偷這個東西 偷撿這個東西 我就覺得陳時中 弄的那一個Thank you 我覺得很好笑 太小了嗎 不是太小 Thank you 我想請問一下 Thank you 這一批貨送貨來的是誰 送貨來的 上海復興的 上海復興跟BNT原廠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 上海復興跟BNT原廠 是捐贈給台灣嗎 他們是捐贈給這些民間企業單位 不是 他們是賣給民間企業單位 他是賣給民間企業單位 他是賣的 他是送貨的而已 他送貨的 對 可是他只是在賣 你給我訂貨我送貨 那我Thank you他幹嘛 他謝謝這些人 他代表授政單位去感謝 不是 他代表授政單位去感謝 你知不知道授政單位是誰 授政單位的人站在他旁邊 他張鼠芬 你應該跟他Thank you就好了 對 所以張鼠芬是沒有拿 本來要拿回來覺得怪怪的 這樣說是沒拿 對...但是被感謝的對象 這個沒有好笑 被感謝的對象就站在你旁邊 結果你拿個牌子對著飛機 你是有病嗎 所以你就直接跟他Thank you就好 你拿個牌子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我監察看的時候我傻了 我想奇怪 這台飛機還是上面 隱藏什麼大人物 兩個還是郭董坐這班飛機回來 郭董明明在隔離啊 所以這根本就是亂搞一通 我覺得拜託不要搞這種遊戲 搞這種遊戲是不是 你要看了覺得很好笑 Thank you 那個 所以YOU是BNT疫苗 YOU是BNT疫苗 要感謝疫苗 感謝疫苗 來偉漢 攝影大哥幫我拍一下 這個是之前香港跟新加坡 它輾轉買到上海復興所提供的復必泰 是 它所寫的是繁體字 有雙人邊的復有沒有 很大的復必泰 然後CAMERITY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它 它送貨它一定就會有這個 可是為什麼有偉智 不是 偉漢 為什麼我們的復必泰 我們的是這樣 我們的復必泰為什麼是繁體字 不是 我就跟你講 所以我們不是講得非常清楚嗎 如果大家每天都有看大白話 現在主持人潛質是故意要 讓我再講一次 我故意講錯 我再講一次 這個是賣到東南亞各國的 包含新加坡 它寫的是復必泰 就是繁體字 但是這一批 我們拿到的180萬 是要進進中國大陸 是原本中國大陸要打 8月就可以打 但是因為中國大陸沒有給 歐洲藥品管理局 沒有給國藥科興EUA 所以它也不給你BNT 在大陸EUA 所以現在已經9月了 整個8月 它等於落空了 可是它叫德國總長先做 所以才會大家一直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德國總長 會去做有繁體字評審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做完 又直接送中國大陸 在中國大陸開打的 所以你看它的負就完全不同 有沒有 是這個繁體字的負 它的內容物也不一樣 但我跟觀眾朋友 先提前超級不如講一下 我們接下來第二批也是這樣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掛上去 然後我們再去檢 第三批以後 然後這個4.3發碼下面就沒有 負心醫藥四個繁體字了 然後也不會有復必泰的 第三批是我們本來 第三批我們開始的就沒有了 然後也不會寫 新型冠狀病毒疫苗都沒有 但是後面這個COVID-19 MIRM4印會有 後面括號 BNT162 B2 所以其實我們 For台灣的標籤 看不到復必泰的 也不用再去檢 陳中部長不會再尷尬了 第三批以後 它就會來了 所以大家不用太糾結 內容物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有沒有覺得 我們這樣很愚蠢 我們花了這麼多的時間 從我們新聞大白話4點到現在 已經花了多久時間 14分鐘再討論包裝 檢體字 復必泰 要不要掛布條 是不是很愚蠢 因為它 這就是我們政府現在在做的事 這個事情應該要 不成新聞才叫成功 就不小心被人家看到 因為蘋果 這個快訊出來我也嚇一跳 說奇怪 有人進去 然後幾分鐘把那個拿掉 剪掉 奇怪 這個是怎麼會有人知道 這媒體好厲害 媒體眼睜睜的 所有的鏡頭都對著他 我本來以為偉翰 偉翰拍到機場那個 我就已經覺得偉翰已經夠厲害了 那居然還有媒體 有人進去四分鐘剪掉 也有人知道 亮哥 這個我跟妳解釋一下 這個我們雖然媒體 被隔得非常遠 可是我們所有鏡頭是打開的 我們所有攝影大哥 鏡頭是打開 而且我們可以掉很遠的畫面 你知道大家知道 從肚子這裡門會打開 所以大家都有鎖定了 你這樣子開一個小小的風 進去消毒 我們也要拍 會有那些煙 那一個人這樣鑽進去 像這樣鑽進去 怎麼會拍不到 那應該鑽進去再把門關起來 然後這樣完了再打開 要把它悶死嗎 好 觀眾朋友我們覺得 我們今天花這麼多時間 討論這件事 其實正恰恰的凸顯 我們政府的荒謬處 疫苗本來是要打在身體裡面 是要保命的 形成一個保護作用的 可是為什麼為了這三個字 或是幾個中文字 到底誰代理的東西 炒了這麼久呢 而且我們從去年炒到現在 如果可以早一點進來的話 是不是可以拯救更多更多的生命呢 好 今天這個舞台已經做出來了 我們做給政府官員 我們做給企業 企業某種程度是搭橋的人 他們出錢又出力 去促成這件事情 張鼠芬她是張周謀創辦人 這個夫人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身份 她是誰 她是郭台銘的表姐 郭台銘為什麼沒有到現場 因為她現在還在隔離中 所以今天張淑芬是受 這個郭台銘之託到機場去的 並且她在機場 其實有說了一段話 我們來聽聽看 她有沒有什麼弦外之音 聽聽看 今天我很高興能代表郭台銘 台積電到現場來見證這個重要的時刻 民間機構 鴻海公司 永齡基金會 實際和台積電共同捐贈 一千五百萬的DNT疫苗給疾管署 作為防疫的作用 從政府在當中的措權協助 郭台銘辛苦的到歐洲去催貨 台積電的法務部在各方面的協調 實際的宗教慈愛 我們來聽剛剛張淑芬 這個是張淑芬的夫人講的這一段話 網路上立刻就有人幫張淑芬 做了一番解讀 我們來看看這個有點字有點淡 請攝影大哥幫我們close一點 他說他裡頭講的政府的角色 就是授權 然後後面我們的註解就是說 你不要擋就好了 郭董的角色是什麼 催貨 這是實際的行動 我實際到歐洲去催貨 那台積電的角色是什麼 協調 就是政府跟 這個郭董跟政府的中間角色 因為郭董跟政府中間的協調 看起來很卡 那政府對郭董也有忌憚 所以我就拉台積電出來 當中間人傳遞的角色 那另外最後一個 買BNT繞不過表達上海 這個對不起 這個是什麼 慈濟的角色是什麼 關切 關切什麼 給政府壓力 我慈濟是一個宗教團體 我大公無私的上人 我給 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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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變成一個壓力了 所以最終 我們還是繞不過上海復興 聽起來真的很愚蠢的一件事情 就是國際商業機制 你要不要尊重 因為一開始坦白說 今年醫院衛福部 直接跟德國BNT接觸 就是因為他想 他不要陷入大中華市場 可是這個 因為BNT他是個小廠 當初他只花了三塊 這大家都知道 就德國跟土耳其是一塊 然後大中華市場是一塊 其他全部都是輝瑞 這大家都很清楚 那BNT怎麼可能為了你 把這個行銷權重來 所以我可以這樣講 任性的是我們嗎 就是你硬不要 硬不要 硬不要國際商業 人家已經簽約了 這樣的一個法律 可是諷刺的是 現在來了之後 大家搶著要 一下說要給小朋友 有青少年 一下說大學生也要 老人也要 中年人也要 老前子我跟你講 這實在是太荒謬了 就是因為BNT 結合到了輝瑞 那輝瑞是全球 最大的疫苗藥廠 那他做了最多的分林的研究 結果他是 變成唯一可以打 12到17歲的 所以到底誰的決策錯誤 誰荒謬 兵哥 其實你看 大家看 我們搞了四五個月 到最後回到原點 上面還是來一個 上海服務醫態 雖然最後一刻被我們剪掉 可是何止上還在 大家都知道 我們這四個多月 白死了這麼多人 大家受了這麼多苦 做了這麼多白宮 回到原點 那你就知道 這是多荒謬的一件事 所以我拜託 兩岸之間有什麼問題 意識形態問題 都在人命的前面 都是不值一提的東西 如果連這種基本原則 都記不住了 這種人根本不配當政府 來 薇翰 上海復興就是BNT 他有投資 算是非常小的股東 而且他也有代理權 我們今天要買BNT疫苗 你就是必須要透過他 這件事情只要搞清楚了 就不用糾結 而且是德國製的疫苗 他基本上他就不是等於 所謂台灣有一些人 不想要打的 所謂中國大陸的疫苗 他就不是中國大陸的疫苗 他只是代理而已 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台灣有很多的 這些運動產品或什麼 其實都是有代理權 在中國大陸的 所謂的亞洲的總公司 你要不要使用那樣的東西 所以東西來了 陳時中部長跟蔡英文總統 也都願意接受 也在記者會跟他講過說 他上面有簡體字 我們都以防疫為唯一考量 在最後一刻的時候 看到這個布條還是覺得 好像很不能接受 我還是那一句話 只有前兩波 前兩波過了就過了 大家不用太糾結 只有前兩波 後面可能就不會再掛布條了 我們就可以接受了 後面就是我們的規格 對 就是我們自己良心 就是政府要求捐贈的廠商去 要有那樣子的規格 所以應該就不會有爭議了 看起來這件事情 已經圓滿落幕的 接下來可能就是說 誰可以先打 誰後打的問題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